好同学们,那么这一小节啊,咱们要讲解一下关于文件操作当中的readlines这个函数 那么对于这个函数啊,我们要建立一个学习步骤 那么我们第一步是不是要去看一下readlines这个函数的作用 第二步呢,我们去看一下在笔记当中列举出来的readlines这个函数的成果 第三步呢,我们是不是就要自己写代码去验证这个成果了 那么首先啊,我们去看一下readlines这个函数的作用 同学们来看啊,我们说readlines啊,是按照行的方式去把文件数据进行读取 并且返回的结果呢,是一个列表 其中每一行数据为列表的每一个元素 那么接下来,同学们来看,我们的代码是如何实现的呢 大家来看啊,我们是不是首先打开了一个文件 并且是不是文件对象调用readlines这个函数 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同学们想一下啊 因为readlines一调用,是不是会返回一个列表 所以呢,这里面是不是就有一个变量去接收了这个列表 也就是这个返回结果 然后我们再打印这个列表 同学们来看一下,打印出来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列表数据 在此基础之上,同学们来看啊 Hello Word, A, B, C, D这些字符的后面 是不是都有一个-N 老师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这-N是什么?哎,是不是就是换航符 那也就是说明,如果我们用readlines读取数据 数据是有换航的 是不是连带着-N换航符是被一并读取出来的 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我们readlines这个函数的特点了 那接下来同学们啊,我们是不是打开pycham 自己书写代码去验证一下这个成果 那同学们,现在跟着老师啊 咱们打开pycham 同学们来看啊,我们是不是要打开的 读取的文件是test 并且我们把关闭也写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在中间去书写读取函数 是不是就行了 那么并且同学们啊,咱们打开test这个文件 打开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这是不是有五行内容 那么接下来咱们一会读取这个文件的时候 读取出来的 如果是readlines是不是会返回一个列表 那列表里面是不是一共有五个数据 是不是就对了 那接下来啊,咱们切回到py文件里面 那我们f文件对象打点调用readlines 那么因为它会返回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就用一个变量 假如说用con我们去接收一下 并且想要看结果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print 做一个打印,做一个输出 那么这个时候啊,同学们注意了 哎,当我们又渐转 大家来看啊,返回的结果 是不是确实是一个列表 那列表里面是不是一共有五个数据 其实我们心里面明白 这五个数据 其实是不是就是Test这个文件当中的五行内容而已 那同学们来看 那同学们来看,是不是我们自己调用readlines 它也连带-n换行符是不是一并读取出来了 但是老师要问啊,为什么最后一个数据没有-n换行符呢 哎,原因啊,同学们得找原文件Test 打开Test 大家来看,E这一行有换行吗 没有 所以那么读数据的时候是不是也不可能读出来-n呢 对不对,好了,那么接下来啊 这是一个小特点,咱们稍微留意一下就行 现在啊,我们切回这个PY文件 注意,readlines这个函数啊 它比较简单,是不是就是文件对象.readlines 是不是就行了 那么注意,接下来啊 我们readlines这个函数呢 测试就测试完了 跟着老师回到笔记当中来 做一个回顾啊,打开笔记 首先,readlines这个函数啊 作用是不是就是以行为单位 把文件内容进行读取 返回一个列表 那每行数据是不是列表当中的每个元素 连带-n换行符是不是也被一并读取出来 那这是不是就是readlines这个函数的特点了 那么讲到这之后呢 咱们readlines这个函数啊 就测试完了 咱们把这个视频呢 稍微暂停一下 咱们 к我们接下来 咱们去吧